为什么关了呢 哦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 可能是他有什么通知 或者是在网上 应该有什么通知之类的 不好意思 这都怪我眼睛不看字 刚刚那个是西元寺 在他边上的这个才叫 才是元光寺 这里的庭园风景和这个苔藓 也是非常漂亮的 差点就这么就回去了 幸亏往这边看了一下 OK 我们进去欣赏一下 我来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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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光寺坐落在京都上京区一城寺小古丁 这里是南禅寺的研修道场 在日本的安土陶安时代 也就是公元1601年 德川家康为了发展国内教育 在京都福建建立了学问所 三要园级禅寺在此任校长后 将其改为寺院 称为原光寺 寺院后于1667年签置此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叫石牛之亭 这里是一处近代建造的回忧式庭园 正如石牛族中的牛的善良特质一样 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慈悲为怀的佛心 该画面讲述的是 牧童在学习和领悟禅的过程 同时也讲述了 努力探求的悟性 原来也是就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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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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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种是心理层面的 就让自己放空 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欣赏一处很简单的景色 从来没有这么专注的去看一片叶子 看一丝水中的涟漪 甚至看一只蚊子飞来飞去 从来没有这么集中注意力去注意这么小的一些东西 第二个是身体方面的感觉 就是特别放松 虽然里面也有不少的游客 但是怎么感觉呢 但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相互不打扰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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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